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1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網上的消息 烏克蘭 用愛國者防空系統 擊落俄軍超音速導彈 這個匕首 另外 最近消息不單只是一顆 最近擊落到八顆 不過 八顆的消息未經證實 我們看到美國國防部證實 的確是有 俄羅斯的超高音速導彈 被愛國者攔截 指數量沒有公佈 美國國防部在離行記者會上就說 記者又問到 美方能否 回應烏克蘭軍方所說 以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 攔截了俄羅斯的備手飛彈呢 烏克蘭 日前的防空彈藥庫 是不是令人擔憂呢 記者問了幾個問題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賴德表示 國防部可以抗凌 烏軍使用愛國者導彈 擊落一枚俄軍飛彈 如大家所知 在美國提供烏克蘭範圍 更廣泛的防空戰力中 外國者飛彈防禦系統 是其中之一 他 證實了一個 另外 傳言的8個應該是未證實的 又或是未發生 甚至乎可能發生了未知道 針對烏軍防空導彈 彈藥的傳量 賴德說 當談到烏克蘭的準備情況 庫存或非彈蘭治等細節 他會建議媒體去參考烏克蘭的說法 因為我們全都交給他了 你就問他了 賴德也提到 正如國防部長奧斯丁早前 在烏克蘭這個防務聯絡小組中強調 美國和盟友將會繼續為烏克蘭提供陸機防空戰力和彈藥 協助烏克蘭控制領空 協助烏克蘭保護他公民免受俄軍飛彈和無人機襲擊 這件事正確是真的 我們想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現在最新的俄烏戰況 早幾天 這個 華格納集團的老闆 普利科金 他 一直 威脅 你如果再不給我彈藥 我就搞不定了 一輪俄羅斯粗口就問候格拉西莫夫 以及 國防部長小姨股 最近 有傳聞說他已經得到需要的彈藥了 但是時間很快 過了兩天 他又說沒有得到足夠的彈藥 又開始吵 其中有消息 傳出 這個 車臣的抖音總統 或者抖音將軍 會加入這個督戰隊 去接管戰場 其實這個傳言是不真實的 因為接管戰場就不可能 是督戰隊的任務 督戰隊不是接管戰場的 這個抖音總統 就是 車臣總統 他 基本上只是出來拍抖音而已 然後每次都都躲起來 實際上他的工作 叫做督戰隊 大家可能 不是對督戰隊太過有認識 督戰隊很多人覺得很陌生 實際上 中共 俄羅斯 實際上蘇聯也是 同出一次 就是用一隊督戰隊 督戰隊的意思就是督促你去戰鬥 實際上 就是用槍支著你 叫你不要回頭 不要看著頭 當你 一看著頭的時候 他就會毫不猶豫 一槍打爆你 原因就是 令到你 不可以回頭 去奮勇殺敵 總之你的敵人在前面 你衝上去 你要是死在前面 要是死在我手上 所以 督戰隊就是這個 這個 負責的環節 也是因為這樣 俄軍 尤其是正規軍 他們就比較 很狼胎 因為 反正我如果 退後 退縮 我會死定了 所以我一定是向前奮勵 而且 很多人會向他後面開槍 其實就是督戰隊 每一隊 戰鬥人員 其實督戰隊一定在後面看著的 每任何一隊軍隊 一個師 一個團 後面一定有一隊督戰隊在 督戰隊的人未必很多 但是他的武器 一定是最精良的 原因是什麼 他怕你會造反 你在前面殺敵 突然間在後面向我開槍 不如我先打敗你 他們是防止 有人 造反 所以 督戰隊擁有的武器 擁有的 彈藥 各方面的東西都是比前線更加充足 更加先進的 否則他壓制不了你 他的火力壓制不了你 這個 就是蘇聯的做法 當然 中國也有督戰隊 不論是各共雙方都有 因為大家都是同一個阿爺 就是蘇聯人 黃埔軍後實際上都是由蘇聯人出錢協助的 所以裡面安插了很多中共的人 包括周恩來 為甚麼可以做政治部主任呢 就是因為蘇聯的支持 國共內戰在打仗的時候 雙方也有督戰隊 例如三大戰役 國民革命軍也有督戰隊 當時主要就是對一些抗命的人 或者陣前逃亡者射殺 長春圍城也是一樣 當時的解放軍也都用督戰隊封鎖長春的出口 以斷絕城內的國軍補給 當然 打韓戰也是一樣 因為打韓戰 當時中國的志願軍實際上有大量的國民黨投降軍隊 毛澤東極為不信這班人 第一 找他們做炮灰 第二 在後面看著 只要他們一想走 一有投降的跡象 甚至乎或者打回頭 想挖一變 即時就把他們殺死 所以督戰隊的編制 在各共軍隊裏面也有 當然啦 中共當然是施承 蘇聯 當然是更加 更加 更加透徹 主要他們就想你意志堅定一點 不要 林鎮逃脫 也不要打回頭 這次 車神總統 抖音總統 擔任督戰隊角色 實際上 我們看到他們 尤其是現在的普利科金 可能每一天 他們的立場也不同 其實就是 跟上面的bargain 我們要軍隊 我們要 武器 我們要錢 各方面都要 那麼上面當然是 當然是給不夠 又要貪污 又要吃 大家不要以為現在打仗沒有貪污 打仗一樣貪 每個人都貪 包括 他們的彈藥也會貪污 他們的軍火 糧食補給 還有油 那些燃料 也是會貪污的 因為 向上面報多一點 運下來就可以拿去賣 他們為了錢而已 難道是為了興趣嗎 尤其是僱傭兵 純粹為錢的 這次我們發覺 他 出現了可能有個 短暫的內戰 為甚麼呢 因為 從普利科金的講話 其實呢 在這幾天之內 每天都有變化的 最初就說沒有錢 說粗口罵這個 格拉西莫夫和這個小姨股 罵完了 過兩天 戲劇聲說我們已經收到我們足夠的彈藥了 實際上 當時已經收到 就是在上面 答應了 我給你 你不要吵啦 你乖乖地回去打仗 結果呢 後來就傳出 他已經收到 實在收到 又說他已經把部分的戰場交了給 車神的抖音總統 但是抖音總統 實際上他不會接本戰場 因為他是屬於督戰隊嘛 他是幫普京出去 盯著你們的嘛 他是來殺你們的嘛 雙方面 估計一定有少許規模的戰鬥 到了最後 上面就說 你不要煩了 你不要再 玩東西了 現在我給你錢 給你一個彈藥 然後他又 再沒有出聲 到了 彈藥也可能下來的 跟他口答應的 然後出入 他又說了 又說沒有軍火 然後 上面就要求 尤其是輿論說到 如果你善離職守 離開戰場 你就是逃兵 逃兵就是 屠殺了 督戰隊就是要來殺你了 所以 我覺得 現在 那個 俄烏的戰場 尤其是他們軍隊裏面 華格納僱用兵 以及俄羅斯的正規軍 中間有很大的衝突 大家要爭資源 大家也要鬥貪污 大家要從上面拿錢的嘛 現在普京都知道 一定是縮疾縮疾的 打仗不斷輸 銀子賭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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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覺得他們也是借機會 借機會勒索扯貓尾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 第二是真的可能大家爆發內戰 原因就是 我賭掉你 所有資源都在我身上 大家也是在欠同一批資源 同一批錢 同一批武器 同一批彈藥 以及燃料 每樣東西都可以賣錢的嘛 是不是 稍後 你老母說不要緊要 你付錢給我 給我 買實際上的東西是自己扣起的 你給我一萬 一萬支槍 一百萬發彈藥給我 我扣起一半 打光了 然後我給你買 外面黑市可以買到的 抄貴一點 一定是這個 貪污、腐敗 加上他們互相鬥爭 爭資源 加上有督戰隊的存在 這些俄軍其實是怎麼能夠打仗呢 因為 有統計的估計 俄羅斯或蘇聯軍隊 被督戰隊打死的軍隊的人 其實人數很多 大家看到 蘇聯當時打二戰的時候 跟納粹德國打仗的時候 竟然有超過900萬名的軍隊投降 那麼你想想 後面的督戰隊要打死多少人呢 一定不少 但是當然沒有辦法全部打死了 因為真的打不贏就投降了 但是 中間有多少人被打死呢 可能死在督戰隊槍下的人 可能不會少得過死在納粹身上 所以這就是俄羅斯的 為甚麼一直打得那麼差 這麼奇怪的呢 因為他們 目的 大家目的 都是賺好處 而烏克蘭就是要保家衛國 是兩回事來的 好 這次時間我們暫時講到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在那裏報告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好的朋友 訂閱Patreon 謝謝 拜拜 我們下一個月的 domains 我會不會直接進入 和諷刀裡面的片段